各位,你们好,欢迎来到阿N与阿Lan频道,我叫阿凡,今天,我会承接上一集的内容,继续为大家讲述,哥哥张国荣的生平和故事。 张国荣的喜好,张国荣最喜爱兰花和百合,最喜爱的宠物是狗,喜爱的运动是羽毛球,跑步,游泳,逼球,喜爱的天气是晴天,喜欢的书为红楼梦,及有关室内设计书本,英文小说,喜欢的电影为乱世佳人。 另外,张国荣喜爱打麻将,曾与朋友连续打七夜麻将,下午开场,次日早晨散场。 张国荣的性格及圈中好友,他圈中最要好的人,当属经纪人陈淑芬,在演唱会多次提及他任何事情帮不小忙,甚至临终前,也是只跟他最后通话。 此外,好友包括黎小田,恩子丹,黄百明,施南生等。 梅艳芳在1996期《明报》周刊的采访中,谈及自己与张国荣的关系,由于家人。 梅艳芳说,我们与家人的关系也很相似,有什么开心不开心,都很少跟妈妈说。 他比我的家人更了解我,我什么都告诉他。 连交男朋友,也带给他过目,他觉得好的,我会安心一些。 张国荣与梅艳芳,也是香港娱乐圈公认的最佳拍档。 刘嘉宁于2016年参与的大陆真人寿我门来了表示,他与梁朝伟两人曾经与张国荣同属邻居关系,而且张国荣经常来到他门家作客。 其中有一年新年时,张国荣送了两人一棵图树。 这事以后,刘嘉宁于每年过年时,会前往当年张国荣推介的花店订购图树,并且一同合照。 直至现在仍然有此习惯,以此同时怀念张国荣。 即使在1980年代,张国荣自己粉丝跟陈伯强,谭荣伦粉丝马战不断,他与这两位也施交岑督。 张国荣的感情生活,张国荣曾公开交往的圈内女友,有初戀魏斯陪,与无信君,杨诺斯,雪梅和邓卫斯也曾短暂交往。 张国荣更称,曾经在22岁时,向年轻的无信君求婚,不过失败告终。 张国荣与唐学德在幼时相识。 1982年12月9日,张国荣与香港礼精酒店重逢唐学德,对其一见钟情。 1983年1月2日,两人在派对上京共同朋友介绍,正式结识并确定恋爱关系。 展开一段长达20年的感情。 当时张国荣的演艺事业尚未起色,遇到过经济困难和事业平颈。 唐学德为期提供了生活费等方面的援助。 1984年初,两人短暂分手,于1985年初复合。 1989年张国荣推出歌坛,与唐学德在加拿大共同生活。 1994年11月,张国荣公开表示自国已婚。 1997年1月4日,张国荣在跨月97演唱会上,公开感谢母亲和唐学德,表示母亲和唐先生是自爱的亲人和朋友。 1999年10月22日,张国荣在商业电台,查小欣的茶煲女的茶督训访谈中,表示母亲和唐先生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,没有第三个。 2003年,张国荣去世后,唐学德以未亡人身份,接管他留下的房产和金钱,唐学德一直维持单身。 1999年,张国荣于个人写真所有采访中,谈及自己的恋爱观如下。 可以说,我如果喜欢上对方的话,就会对对方期待很多,结果就会失望,我就是害怕这种失望。 更何况我已经42岁了,已经到了喜欢一个人的年龄限到了,即使有一个20多岁的女孩喜欢我,我也觉得她不错。 但是,无论从我的年龄上说,还是从我的立场上说,我都知道,只有爱是不能走到一起的。 到了现在这个年纪,是不能随随便便就聚入爱何的。 比如即使女孩说,我爱你,我也要想。 怪啊,这是为什么,真的,考虑到许多将来的事情,我就害怕起来了。 因为两个人要一起生存下去,除了爱情,还需要对各自性格,想法,生活方式等等许多方面,进行互相理解。 如果有一个人喜欢我,我也同样地喜欢对方的话,是男是女并不重要。 不管怎么说,反正我是碰不到这样的幸福的。 如果男女都OK的话,机会也翻倍,你说有什么不好。 为他出版者本《写真集的自摸千岁女士》,在纪念书籍张国荣的时光中,也提到了张国荣对于自己性取向的看法。 就是说,我不在意对方是异性还是异性,两种我都可以爱,可以说,我的容许范围比较广,只要我喜欢,异性异性都可以。 为什么只能爱一种,就不能爱另一种呢? 应该允许恋爱的space更宽广一声嘛。 2001年于时代周刊亚洲版访谈中,张国荣表示自己是相性恋较恰当。 张国荣的居住,张国荣于1990年退出香港乐坛后,曾一度移居加拿大温哥华,生活十分低调,后来返回香港居住。 在1997年节目升空下的倾程中,张国荣益述当年移居加拿大时,觉得那里是天堂,环境优美,但日子久了,对半退休的生活感到枯燥,并直言像是在这里等死此的。 我以为加拿大是天堂,我去了才发觉不是,原来真正天堂是香港,最终,他回流香港。 张国荣的咖啡店,为你钟情咖啡店,是张国荣与皇后饭店东主于德意合股,于1996年在香港同罗湾密地神街开设的一间咖啡店。 咖啡店面积占地二千多尺,装修由张淑萍设计。 1989年,张国荣在他的告别演唱会上,曾经对歌迷许夏诺言,他将来会开一家咖啡店。 荣迷们凭植那次告别演唱会的票巾,就可以换取一杯免费的咖啡。 这个心愿,在1996年终于成为现实。 为你钟情,for your heart only,的名字,既是张国荣的一首歌曲,也是他演过的一部电影的名字。 他希望为自己的歌迷,影迷提供一个场所,也答应只要有空,就会来店女小作。 店内的设计,由阿非正转的美术指导张淑萍帮忙做的,能显出张国荣个人印跡的,是长壁上挂的一张风继续吹。 张国荣因工作繁忙,于2001年退了股。 好,张国荣的生平故事,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 在下一集,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哥哥的生平和故事,请大家继续收看。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同时,请分享这条片给其他喜欢哥哥的朋友收看啦。 拜拜!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